下方插入一個空白列的話 那這邊有個方法 可能也 因為不寫程式的話你可以在這邊 我的希望是加一個Lamber 然後呢在這邊輸入什麼 1到31 按Ctrl鍵 然後底下東西先刪掉一下 這些沒有必要這是題目 你把它刪掉 然後呢再把這個範圍1到31 怎麼樣再做一次或者再複製一次 貼上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利用這一欄怎麼樣 做排序嘛 那1就會跟1 放一起 2又會跟2放一起那不就一個資料 加一個 有沒有加一個空白 這個方法應該很 應該簡單吧 不過呢會有個問題啦 你在排序之前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因為你按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底下的資料 全部都跑掉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 每一個 跟這個地方是 都跟著他 所以你會發現 2017好了 Enter 所有的資料 全部 因為 他 這些 是跟著他 這些是又是跟著他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都串在一起 好 那也就是底下的東西 你如果要 把它換位置的話 那記得什麼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Shift 先選到這裡 就是 先做什麼呢 選擇性貼上 Ctrl-C 有沒有 複製之後 再把它 用那個 按右鍵 也可以啦 選擇性貼上 只有什麼呢 只有值就可以了 那也就貼上之後呢 他裡面 只留下公式 但是呢 不過會有個問題 就是 將來 你就沒辦法再去變更 他的那個Ritch 因為 他不是連動 變固定了 OK 再來的話 你就是在排序 排序的話呢 就按照 這個Lumber 這一個 這一欄子是過渡的 所以將來 會把它刪掉 按確定 OK 然後呢這個地方 就是在把這一欄給刪掉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下方 會有一個 這個空白的那個 空白儲存格 但是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問題發生 什麼問題呢 那個那個還沒有 就是顏色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會發現喔 他這很奇妙 Widday 這個函數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個bug 就是Widday 他如果你給他的是一個空白的儲存格 他return回來是7 有沒有發現 7啊 所以 意思說如果裡面沒有資料 所以像我們 空白儲存格嘛 他就一律怎麼樣 把它當成7 那7剛好完全符合什麼 剛剛的那個公式裡面的條件 所以呢 空白 就是7 就是 加顏色 那這樣很麻煩 這樣怎麼辦呢 如果是7 可是問題範圍裡面呢 我們又不希望他 這個是 加顏色 應該他不要填顏色才對呀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要想到什麼 又回過頭來 找到那個什麼呢 就是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把剛剛的規則 修改一下就好了 剛剛我們那個 這張 這張裡面 這個有沒有 這個規則是這樣子 那其實你應該改一下就可以了 怎麼改 這應該很簡單吧 就是把那個 裡面是空的排除掉就好了 所以 這邊的話 要怎麼樣把 是空白的 排除掉 這邊的話當然你就可以 其實也是用函數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今天 要什麼時候 才能夠格式化 那這個地方因為 你可以在這裡面也可以設一個 一個交集 交集的意思是說 是要禮拜這個第1個一定要有 第2個條件是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不能是空的 兩個條件 都為 True 才去做格式化 兩個條件都要為 True 有沒有 我們好像那個邏輯函數裡面有提到 你可以用一個and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喔 可以配合前面講過的and and 第1個條件 逗點 第2個條件是 不等於 A2 不等於 空的 那 他就會把什麼呢 空的排除在外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啊 只是怎麼寫會不會 我試一試給我看喔 應該很簡單吧 and嘛 這個 有 第1個條件對不對 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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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個條件是 從開頭 到之後的 把你抓開頭這個 不等於 空的 這樣子 後瓜 有沒有發現其實這個這個寫法其實 跟在這邊寫的其實差不多啦 只是換一個地方但是你還是要習慣喔 因為未來 只要你要設定格式 都一定要從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去使用 按確定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 再把它套用一下 有沒有發現 空白的 全部 就 不會格式化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只是改一下 如果如果你不會改 只會改一半 那怎麼辦空白就讓他 會這樣好像感覺又又不太對 所以特別注意我剛剛就改個地方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地方 改成用and 原來的有沒有 多增加一個條件給他 所以如果你有兩個有三個有四個反正 就可以用and這個概念跟 前面邏輯函數是一模一樣的差別只是放在設定 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使用公式來決定儲存 格式化哪一些儲存 所以未來如果你的那個範圍裡面要做類似的格式喔 你一樣可以引用那個函數來幫你做判斷 而且幫你做要不要格式化的相關動作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人工去做啦 人工做當然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可是很花時間是真的 OK 在這裡的話我是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Lumber 這一欄的話 當然也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最後把這一欄刪掉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那 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最後有了 這個列高有沒有 這個列高的話呢 如果希望50的話 這個就麻煩了 這個好像喔 還是非得用VBA的 因為這個 即便你剛剛排序地方 你下面設定了 可是是下面變50 上面還是保持 所以不行 這個想想看啦 我是試過 還是用VBA可以 那VBA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原來的資料對不對 你可以一樣啦 先設定格式化條件這邊 還是非得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的 改那個剛剛我講的 就是AND 這是第一步一定要改的 AND然後 逗點 就是 A2 如果不等於空的話 這個一定要第一個做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我剛有提過的 就是把這個VBA 複製兩個好了 一個是 如果我用 我寫兩個 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第一個 插入空白列 一個是插入空白列 還有加50 兩個 第一個把它執行 好了 這樣就OK了 城市只有三行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 如果說要 就是列高增加的話 再多兩行而已 就是 設定列高而已 OK按執行 全部都OK了 有沒有 50 你要50就50 OK OK 就這樣啦 不過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城市不多 都是可理解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剛剛的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的做法是先排序 不過排序之後 就是 1到31 兩個 然後排序 不過排序之前呢 記得要先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否則的話 底下東西會 變成 不對的 可以試一下 就這樣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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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好嗎 o